为什么有些男人对外人和颜月色 但对老婆一点都不关心 体贴 甚至还贬低打压 好像老婆连陌生人都不如 从心理局角度来看 他们通常有三个心理动机 第一 发泄无力感 尤其是人到中年 觉得自己还没混出什么 名堂的男人 这种男人往往有两面性 一面是他在外面表演出来的 成功友善的自己 那还有一面 是他真实的自己 自卑失败 他内心会有很强的无力感 压抑久了 这种无力感就会演变成愤怒 他能对着谁发泄这种愤怒呢 对着自己 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 那对着外人就会破坏他的人设 所以他只能对着另一半发泄 因为他觉得只有另一半不会离开他 另一半比他更低 那第二个 替代性补偿 替代性补偿是广泛存在于 人类个体中的一种生存机制 当一个男人 他对权威充满恐惧的时候 他在外面就会极力的讨好 表现得很友善 生怕和别人有冲突 而这种对权威恐惧的根源 往往来自于他的延伸家庭 尤其是从小 父母就对他很严厉 管控很多 期待很多 甚至有很多期待是不合理的 那他小的时候没有力量去对抗 所以他潜意识里 对权威既有恐惧 又有愤怒和憎恨 等他长大之后 他对外还是害怕权威的 那同时回到家里 他要想变成权威 让老婆家人屈服于他 这就是他的一种替代性补偿的方式 那第三 对原生家庭的模仿 比如他爸爸妈妈相处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外人很有善 家里来的客人好东西都留给客人 不好的呢 留给自家人 然后关系门来过日子的时候 夫妻俩关系又不是很好 甚至经常发生冲突 那这种早期的原生家庭体验 就会慢慢的转移到他长大后组建的家庭里 也就是说他结了婚 就会重复父母之间的对待模式 来跟另一半相处 其实总的来说 这种对外人比对老婆好的男人 促使他这样做的就是潜意识 他整个人活得比较的混沌 没有成熟的用意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和自己成长或者长成成人过后 组建的新的原生家庭 遇到这样的男人 你能够做的就是啊 第一 降低对他的期待 就是把你们各自分内的事情做好 先不再想着怎么改变他 第二 增强你的自我价值感 不要让婚姻成为你唯一的社交圈 一定要去扩充你的圈子 然后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找到更丰富的自我和价值感 这样你才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而自我怀疑 反而你会活得更精彩 那第三 学会引导他 让他跟你共同成长 当你们能够共同成长的时候 你们的家才会变得更好 你们的关系也才会变得更棒